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国好声音寺 三个大眼萌娃 童言童语 讲的却是大学生 宿舍悲哀 陪我这家里露大学 也讲不到房间 刚好可以在家里算收 新闻时事也跟得上脚步 小朋友模拟大学生 开学前面临的租屋问题 模样超级可爱 不过这段超龄对话 让学生心有戚戚焉 而且我听说是他们那种 有些都会发摄影机 都拍法库 虽然我是房间住什么 我就被看光了 就是一个学期 一万以内就可以解决 但是外面租房子的话 可能一个月就差不多 要七千八千了 台电的价钱比起来 电费就辣很多 9月中旬不少大学即将开学 租屋是不少人头痛的问题 很多学校规模小 想要抽中宿舍 简直比登天还要难 但如果抽中了 却有宿舍老旧 环境差等问题 学校宿舍环境客难 在外租屋却又是房租柜 很多房东甚至电费超收 还有可能碰上二房东 小朋友的写实对话 戳中大学生的求学悲歌 迷你眼界看见大环境的 无限惆怅 借先军众张力轩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